大家晚上好 我是中方幸福资深投资顾问张永明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非常非常感激 能和大家一起交流 一些投资方面的投资经验 那么今天呢 主要是结合呀 我个人的这个投资 这个跟投账户 跟投账户 来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这个这个 我的一些操作风格和选股的 一些逻辑 那么首先呢 我们说操作 操作一只股票 或者是一个投资组合 必须要有 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依据 那因为呢 我之前呢 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专业的背景 我第一个专业是 大学的第一个专业 我是学的软件设计 我曾经当软件工程师呢 做了十多年 那之后呢 进入我们证券市场之后呢 是在大约是在16年前 以这个时间已经比较久远了 那么刚来这个市场的时候呢 我那个时候呢 看着就是大家呀 做股票 你们都依据什么啊 很多师傅啊 看的大部分都是看指标 我当时我记得是非常清楚啊 那个时候我说 这个指标是怎么写的呢 回去以后呢 我自己去研究了一下 那大约是在1997年 98年左右啊 那个时间段 那么最早的时候 我就开始呀 当时是用的乾隆 大家如果是有多年投资经验的 应该知道乾隆 之后呢 还有一些别的啊 像什么操盘手啊 当然操盘手的这个 这个软件的最初的开发人啊 他是我的非常关系 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现在我们也经常在一起交流 一些这个投资模型啊 投资方面的一些观点 那么最早开始我看了 指标啊 确实对于我一个有软件背景的 一个人来说呢 确实非常简单 这些指标他都不用这个 所谓说专业术语 不需要经过什么啊 这个这个来回编译啊 啥的他不需要 他就是编辑一下就完了 然后进行一个解读 非常简单 那函数都做完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呢 我们不管是用通搭性 还是大智慧 还是所谓的这个通花顺啊 有的朋友是用的别的啊 这个那个什么行情软件 我们发现他的这个指标 越来越丰富越来丰富 但是大家呢 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呢 又是琳琅满目啊 眼花缭乱 那操作当中呢 呃 有的朋友可能说有自己 一个固定模式 啊 有很多朋友呢 不知道是这个指标啊 就是我知道怎么用 但是呢 用来用去我不赚钱啊 这个指标这个东西太多了啊 也太乱了 不知道这个用法要领 到底是怎么样啊 实际上呢 我个人的这个呃 操了这么多年的这个 这个研究这方面看呢 就是说量化交易啊 是现在啊 或者是未来市场当中啊 最大的一个趋势 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个 这么一个主流啊 你操作一定要有依据 你没有依据的操作 胡乱进来 对吧 稀里糊涂进场 买入股票 最后稀里糊涂去卖出 反复几个折腾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这个 呃就非常的 这个这个累了啊 到之后发现账户 账户呢 还是不挣钱 还是还是亏损 啊 这个这个多数朋友 都是这样的最后一个结果 啊 那么从量化交易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说当前呢 世界上有三大投资流派啊 第一大流派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说是价值投资 巴菲特的这个理念啊 那么他去从基本面啊 去研究一家上市公司啊 看他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前景啊 整个这个长线啊 这个行业到底啊 这个发展的周期能有多长 比如他青年时候投资可口可乐 到现在他还是可口可乐的大股东 而且他这个股份比例越占越多啊 这就是典型的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呢 是基本上呢 是以研究啊价值面为主的 研究上市公司的 这个基本面财务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资产并购啊 等等啊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 还有一个流派是做什么呢 做对冲的 比如说啊 有的朋友知道索罗斯这个人啊 索罗斯实际上 他是做对冲的 什么叫对冲呢 就是我买入股票的同时 我在这个期货市场上 我卖空股子啊 卖空股子期货 所以说呢 他是两方面 两个市场呢 做对冲 可能会把这个风险呢 降到最低啊 就是我有一个 做多的啊 做看涨的 买入这个多头啊 有朋友可能有 有接触过期货的啊 那就是说你 现货市场上是 我买入一大堆股票 期货市场上呢 做空一点 当然他这个做空 是有做空的机会 才做空啊 不是说所有的时候 他都去做空 他也有策略的 那么这是一个流派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 就是量化交易学派啊 量化交易是最近的 可以说将近30年以来啊 这个世界上呃 这个这个主要的一个投资流派 三大流派之一 目前呢 世界上的这个 呃 从投资收益 从投资回报上看 排名第一的 就是量化投资学派啊 量化流派 就是量化交易的 那么他的代表人是谁呢 是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 一个数学教授 叫西门斯啊 西门斯这个人呢 曾经是这个 我们国家数学家 叫陈醒生啊 在美国 在美国教书的时候 曾经是陈醒生的学生啊 这个人呢 他的年化的复合收益 他可以达到60%啊 而巴菲特呢 是不到30%啊 20%几 索罗斯呢 略高一点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排行 加上最近几年也一样啊 因为他是 西门斯他是做量化投资的 当然他这种量化投资呢 他是可以做到自动化交易 对仓位呢 实现计算机的智能管理 然后买入和卖出 他都是智能化的啊 就是完全是交给电脑来自动用型的 但背后的一些算法 一些交易上的如何啊 一些算法 这个是呃 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啊 核心也是核心机密 你发现他的这个交易室里面全是服务器 全是电脑啊 电脑正列 小型机大型机啊 整个一个机房 他烧电就完了啊 网络呢 是非常的顺畅 所以说呢 我们说目前的这个量化 投资是一个大方向啊 我本人呢 也是做量化交易的啊 所以说呢 尽管说现在没有实现自动化交易 是跟我们目前的行情软件啊 局限所限 那我现在经常参考的一个软件 叫做通达性啊 通达性是我经常看的 那么通达性呢 里面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公式啊 我进行了一些函数 我自己写的自己的模型 那么首先呢 我打开一只股票啊 随便啊 我随便挑一只股票 那么这个股票 我给它切换到K线图上 大家看看这张K线图 实际上是我们经常啊 大家所看的啊 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MACD了 成交量啊 或者是K线图的走势 或者是均械啊 这是我们大家经常啊 普遍所看到的 这就是系统本身 它带的一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 你完全要做它的操作 你是不挣钱的啊 你基本上不挣钱 因为这里面是有胜率的 就说你完全按照MACD 这个金叉死叉 你去做买卖啊 去做交易是没有道理的 可能十次的话 你可能做对最多五次 但是其余的错上五次之后 可能就是关键的一些啊 这个这个地方 你卖错了 或者是买错了 那么到时候呢 账户还是亏钱的 它本身呢 是买卖点非常频繁 你比如说拿这个均线 死叉和经叉看的话 你如果非常机械的啊 是按照那个均线的死叉 经叉去买卖 那你最后算下来 最后的收益 肯定是一塌糊涂 因为这些信号啊 并不是说每个买入的 这个提示你买入的 这个信号都是准确的 它不准确 最起码它的概率 还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以澳福环保啊 为例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自己啊 写的一个量化交易模型 那么这 这个量化交易模型呢 首先啊 我们按照一个趋势指标 叫多空轨道啊 多空轨道 那我给大家调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曲线啊 这个是我一个操作依据 非常简单 主图当中啊 大家看到没有 红色的部分啊 就是粉红色的部分啊 我这里面把画笔打开 不好意思啊 那个稍微 呃 耽误几秒钟啊 大家看看啊 这个 那么这个粉红色的部分 大家看到没有 就这一段啊 就这一段 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上行趋势啊 就是上涨趋势的时候 在这个深蓝色呢 这个深蓝色的这块是什么 它是一个下跌趋势啊 它是个下跌趋势 这一块也是一个上升趋势啊 上升趋势 就是粉红色这一块 实际上我是按照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跟趋势跟踪啊 这个这个已经 已经跟上了 大部分的粉红色啊 这个地方都是上行 那下跌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拐头啊 就开始卖出 卖出的时候 我们看到趋势呢 会延续一个阶段 每当这个颜色发生改变的时候 就是深蓝色 转为粉红色的时候 就是买入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啊 那么 下跌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说这个地方啊 你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去动的啊 就这一块是有风险的啊 下跌的趋势一旦形成 它是有风险的 这一段也是啊 我这个鼠标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上行的时候啊 这个是粉红色 它是上行啊 那么我再翻一个 翻一些啊 我们可以切换到60分钟周期下 都没有问题啊 60分钟周期下更有没有人 比如说拿双凉节能来说啊 之前呢 我们看到2000年啊 9月份 有一波急涨啊 就这波急涨 我们就拿这个来举例啊 拿这个这一波来举例 我们看到急涨的这一段 主要的这一波行情 基本上都在我的这个趋势的 这个量化模型当中抓到了 但是他后续调整这一段啊 完全呢 给他避过去了啊 这一段就避过去了 这也是张老师啊 我在跟头账户当中啊 我们做的一些这个股票的一些 这个特点啊 下面呢 我们把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跟头账户 曾经做过一支叫 加斯科技啊 加斯科技 那么加斯科技给大家调一下啊 大家看看啊 这是60分钟周期啊 这个是60分钟周期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表 那在股价在下行的时候 这个股价在下行的时候 就这一段啊 从这个地方变的颜色啊 趋势发生改变 趋势发生改变是粉红色 转为深蓝色啊 这个阶段大家看到没有 整个这个趋势是在下行的 出现买点的时候才买入啊 才开始跟踪一小段啊 当然了这个是一小时周期 就是每根K线 它是60分钟啊 60分钟形成一个K线 那么这个又是一个一个小反弹啊 这波小反弹 但是下跌的这个基本上都是不参与的啊 哪怕这几天你啥也不干 你就等这信号都行啊 然后这边后边呢 我们看到又来了一波啊 这一波上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 当时啊 我们介入的一个价格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 局部给大家放大一下啊 就第二次啊 它这个产生这个这个信号的时候啊 产生信号的时候 这个时候开始买入啊 这个时候啊 这大约是在4月 4月23号那天啊 周五的时候 这个地方开始发动行情啊 然后看着果断的啊 在这跟进 然后我们看到跟到现在 在上周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抛掉了啊 这个完整的一个波段就拿下了啊 完整非常完整的一个波段 就拿下了 对吧 那么后续再怎么样 我想必前面是趋势行情走完之后 那必然在后面 它会有一个横盘震荡啊 但是这段震荡的时间呢 不去参与啊 尽量不去参与 参与什么呢 参与另外一些机会 我们再看下一只 就是地铁设计啊 在这个跟头账户里边 也是完全按照量化模型来看的啊 当然有的朋友说 张老师你这个买啊 你买多少卖多少啊 你怎么依据 究竟是买多少 那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个 富途上的一个模型啊 这个模型叫什么 叫这个叫仓位管理啊 仓位管理 大家看看啊 这个仓位管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趋势在形成上行趋势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啊 上行趋势的时候 仓位尽可能呢 保持比较大的仓位 当然这里边呢 因为我们跟头账户是做的是一个投资组合啊 这个投资组合呢 里面大概有三到五只股票 每只股票呢 处于不同的行业啊 比如说我有一只股票是煤炭 另外一只呢 可能是5G概念 还有只呢 可能是白酒啊 可能是什么三西风酒 或者是古景贡啊 我举个例子啊 可能还有一只呢 就是跟他们别的都不搭边的 可能是铁路基建方面的 总之呢 这五只股票 它是构成一个投资组合 五只股票都处于不同的行业 而且这些行业之间呢 他们的关联度并不大 没有多大关系 你说一个搞酿酒的 你跟造芯片的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你买入文泰科技和你三西风酒 难道它的走势总一样吗 它肯定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不同行业的股票 同比例 我们构成一个投资组合啊 然后我就按照我的这个模型来做 比如说这个地铁设计 我刚才讲到了 我们加入一个仓位管理啊 加入了仓位管理模型 那么当它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 下面的仓位开始呢 是逐步逐步逐步累积的 累积到什么程度呢 它的趋势真正形成以后啊 量能也逐步放大 这个时候仓位就可以加大 因为什么趋势已经形成了 趋势形成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的力量 很难改变趋势啊 就是这个趋势一直延续上行 但是当趋势发生改变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啊这个地方一目了然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发出这个大波段要走完了 再开始变颜色 提示你啊这个地方仓位什么 仓位陡然下降 甚至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没什么仓位 后边看到的话 后边这一段啊 整个结合这个下行趋势 这一段看 仓位非常轻 几乎没什么仓位 这个地方都空格了啊 那么直到最近呢 地铁设计慢慢慢慢开始 哎仓位下边的买入 对吧 呃一般来讲呢 我们建议说 在我的投资账户里边啊 就是跟投账户里边 这个仓位啊 这个单资股票 占我们账户的 这个市值比例 最高最高 不能超过30% 就是说绝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这是我的一个呃 跟投账户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啊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就是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同一个篮子里啊 这是我向来的一个理念啊 一个呃量化交易的一个理念啊 这个是必须的啊 呃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按照模型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呃 我们说呀 说这两个里面看不到啊 这个基本面到底怎么样啊 我呃 比如说我们翻一只股票 随便翻一只股票 就拿这个日久光电来看 003015 现在呢 在小时级别图上 它还是一个下行趋势 那么在日线的这个周期下边 现在还处于下行趋势啊 这非常简单 这个票能不能参与呢 一目了然不能参与 为什么不能参与呢 我的模型没有告诉你这样买入 但是比如说这个位置啊 就可以参与了啊 就可以参与了 对吧 那我们再翻一下啊 翻一下呃 比如说这个大洋生物啊 现在能不能买不能买啊 下行趋势啊 这不跟之前一样吗 这一段是下行趋势 是吧 下方成交量 这个这个买仓位上也告诉你 不能参与 那么有些有些非常小的什么 这都是四盘啊 这都是四盘 非常小仓位 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吧 中轴只能是代表你超过15%了啊 这仓位 那下方呢就百分之几啊 他非常小 那么大部分这些四仓的就是针对他一个反弹 局部反弹 不行 行不行 行我就跟着 不行我就拉倒啊 这些都不算建仓啊 直到从这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有积累啊 那么我们再随便再找一些啊 因为这里边呢 涉及到比较多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票啊 003 120 那在我的这个模型当中啊 就是一目了然啊 这个地方形成趋势以后 趋势向上 是吧 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仓位呢 从这开始啊 就达到百分之三十了啊 呃 单只股票的账户里边呢 占的市值达到百分之三十的时候 就认为是这只股票满仓了啊 满仓了 呃满仓不是说全部账户都买一只票啊 不是在概念 是这只股票 它的市值 买入的股票的市值 占你总账户的百分之三十 就叫就叫做单只股票已经满仓了啊 所以说现在看的话趋势还在 还在上行当当中啊 继续跟踪啊 没有问题啊 天天问老师该买该卖 很简单 拿个模型 一个自己瞅 这个地方是什么 该拿的吗 继续拿的前提是啥呢 你必须在前面这个这个拐点这个地方跟进来啊 然后持有 对不对 呃 这就是举一些这个模型模型例子啊 另外刚才 接着刚才的问题 啊 有朋友问说 张老师啊 你这个 我不知道你这个股票基本面到底怎么样 很多朋友呢 看基本面的时候都要看看他的财务啊 打开F10 看看财务分析 看看净利润 呃 同比有没有增长 比如说我们按最新提示看的话 一季报啊 净利润有没有增长 比如这个地方增长了啊 增长是好事 营业收入有没有增长啊 都是增长了 然后呢 呃 财务方面啊 看看去年的年报 2020年3月31号那天 这个财务指标啊 到底怎么样 净利润多少钱 比如这个股票是6个亿啊 净利润增长率 年化增长率多少 20% 你看一下下方 现金流亚负债 很多朋友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啊 我是不研究这个的啊 我基本上不用看 怎么办呢 打分 打什么分啊 我们首先看他的价值评分啊 价值评分很关键 那看看这个复图当中啊 我有一个价值评分 那么这只股票现在的评分是多少呢 是40分啊 41分啊 右下角 这是我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于财务方面的一个量化啊 41分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这只股票 现在就是一个基本面相对比较好的啊 算是优良的啊 这么一个股票啊 就说大于40分啊 小于50分 这叫什么 叫优良的股票 如果高于50分呢 基本上这个股票就属于既优股了 比如说我现在打一个什么票呢 大家看看啊 比如说这个海天卫业啊 海天卫业 像这种股票 为什么人家就能这么多年 总那么牛啊 那么最近因为调下来了 他现在的平凡是多少呢 47分 接近50分 50分是什么 就是他的所谓既优股 47分已经临近既优股的门槛了啊 我们再 再看看这个 现在比如说我们找个贵州茅台啊 当然这些呢 今天是给大家做参考的啊 那贵州茅台 现在的平凡都在53分 高于50分的 那叫既优股 从我的这个价值评分的基本面的这个这个评分模型上一瞅就看出来了啊 这是从什么中长线去判断一支票 这个票他到底现在啊价值如何啊 能不能说我现在啊 首先他有价值你再去关注他啊 才去关注他 当然有的股票他低于40分啊 或者30分 30分 20分到40分之间只能是一般啊 有些股票就很一般了 甚至有些亏损的他都没有平凡 你比如说这个文艺科文艺科技600520 他就没有平凡 像这种没有平凡的啊 在我这里面一般都入不了我的法眼啊 我告诉大家 呃那今天呢 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了